凯米台风重创北花莲 不过后续带来的丰沛雨量 也暂时缓解了花莲长期以来的旱象 尤其是瑞穗地区的茶 以及文旦又受到雨水的滋润 品质也大幅提升 预告今天丰收年 原本以为好不容易成长结果的文旦 又可能被凯米台风横扫掉落满地 结果老天爷有Bobby 全数安然度过台风的侵袭 农民心中大使此刻终于可以放下 准备迎接8月份的文旦丰收 凯米台风重创北花莲 不过后续所带来的丰沛雨量 也暂时疏解了花莲南区一整季的旱象 尤其瑞穗武贺台地的茶园 原本干枯的茶树茶叶 受到雨水的滋润 也开始变得生机盎然 旱灾危机解除 虽然从东部登陆 但是对于我们瑞穗的这个文旦又跟其他的作物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尤其我们文旦又在进入大概25天就可以进入采收了 但是这次并没有发生落果的一个情形 那反而在这次瑞穗地区 总共降下了大概100公里左右的这个雨量 那对于我们疏解汗象的部分是有帮助的 那尤其在我们茶叶这个区块的话 在上个礼拜有一些干旱的这个情况发生 但是这次下雨的部分的话就是解除我们整个瑞穗的一个汗象 农会以及农民原本最担心台风来袭 可能造成文旦又农产的极大灾损 不料这一次凯米台风 在瑞穗地区吹起最大阵风仅有七级风 树梢上的文旦又都安然无恙 而超过100多公里的降雨量 更为文旦又酸甜风味加持 目前文旦又的部分它刚好是在我们入江的这一个阶段 也就是所以这个雨水的话 对我们文旦又的品质的话 它是有帮助的 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文旦又里面这个果汁的一个形成 那也会造就我们文旦又多汁鲜甜的这种口感 凯米台风带来丰沛雨量 终结了瑞穗地区长达三个多月的旱灾 包括茶园、文旦又等农作缺水危机也终于解除 农会以及农民除了是感谢老天爷 也期待今年文旦又的产销工作都能顺利完成 记者是玉兰 瑞穗采访报道